全台湾最烂的大学宿舍在哪里呢 有网友就在Dcard上面发起了这样的票选活动 其中阳明交通大学的交大十一社 因为房间内部所有的设备都是绿色为主 让不少的学生觉得非常的诡异 赢得了第二名 而江一大学民雄校区的宿舍 除了上下铺床版老旧之外 走廊的气氛也被公认 非常有电影返校的氛围获得冠军 木制的上下铺书桌留下食用已久的痕迹 再搭配吊扇看起来相当复古 但这可不是怀旧电影场景 这竟是嘉一大学民雄校区的宿舍 我们学校真的是最烂的啊 江老板完全都是生锈有铁屑 甚至在洗澡洗下一半 那个铁屑会掉下来 别管哪个学校宿舍最美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起 全台最烂大学宿舍大赛 不少人都力推自己学校 其中这三间赞数最高 东海大学女宿因为雨季总会招引白蚁 交双宿舍外墙布满铁丝网 被戏称女子监狱 再来是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 交大十一社 因为房间内布置全漆上诡异的绿色油漆 网友看了直呼颜色真的母汤 而赞数最高的就是嘉一大学民雄校区宿舍 从房间内到走廊 整体氛围仿佛置身电影返校之中 获得另类冠军 学校目前在进行改建 但是学校目前更换冷气跟控衣机相关的设备 可是应该要先换床板 因为床板都使用超过三十年 里面我们预计把六人房改建成四人房 那借此来提升就是 舒缓这种住宿拥挤的一个情况 赢得老旧冠军学校哭笑不得 强调校方已经申请分校主动改建计划 但还得等寒暑假 没有学生时才能动工 开学在即学生诉讼问题 掀起讨论话题 记者蔡宠吴嘉一报道 记者蔡宠吴嘉一报道